我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所以说 如果不看一下 我们五个的solo舞台的话 我们会很遗憾 但是作为观众 你们会更遗憾 这么自信 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 开始之前先说一下 就是歌词 只是为了舞台效果 大家不要想太多 先给大家倒个情 大爷吵乖大爷的嘴巴 我真的是有被吓到 就感觉他咬字很强 然后那个 rapp也特别能抓住别人的耳朵 就我一听我就 鸡皮疙瘩就出来了 然后老师我知道我舞蹈方面 还有声乐rapp方面 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来到这里 其实也是主要是想学习与进步 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关照 然后我知道有很多 躲避我更厉害的哥哥们 然后我也会继续向你们学习 然后请哥哥们也多多关照 谢谢大家